你们知道老外有多爱咱冬奥会吗 首先是伙食方面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对咱冬奥会的食物赞不绝口 据说在冬奥村高丰收一天要吃掉100多公斤的饺子 光是一顿午餐就要消耗80多只烤鸭 运动员打卡冬奥村食堂的舞蹈 给在海内外都成了热搜 这个美国妹子TESA就是其中一员 妹子对冬奥的工作人员总是充满着感恩 每次用完餐具对收餐的工作人员就说谢谢 视频底下的评论也说 听到你说谢谢她真的好开心 因为妹子的热情解说也让不少中国网友发现了她 后来因为一个奥运入场的视频 她跟一个冬奥志愿者有了一次温暖的互动 就在冬奥会开幕那天 妹子跟其他美国运动员一起入场 妹子回到宿泽之后 坐在床上就反反复复看当天的视频 每次都被这个志愿者感动哭了 她说他们真是太友好了 所有志愿者们都很贴心很有善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欢迎我们的到来 后来妹子这条视频就被搬到中国网站上 无数的中国网友都到她底下留言 满屏都是欢迎你来到中国 妹子的私信也是一下被爆满 里面全都是各种热情的祝福 再后来那名视频中的志愿者也看到了 她还给妹子写了封信 说亲爱的泰山你好啊 欢迎来到中国 我就是你视频里的那个志愿者 我今天看到你的视频了 我真的很感动你还记得我 当时你朝我这边走来时 我听到你说嗨 所以我就回了一句欢迎来到中国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欢迎 实际上我也很想感谢你 用你的手机帮我记录下我这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梦幻时刻 也不会忘记你的友善 我真心祝愿你取得好成绩 我会全程关注你的比赛 并为你加油 祝你好运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一首非常棒的歌 叫北京欢迎你 我想用她的歌词来祝福你 让我们在这一片黄土地上刷新成绩 妹子之后也抛了这位志愿者的信 配文说道 难以言表的感谢 我爱志愿者和我所有的新朋友 谢谢你们支持 谢谢你们对我如此的欢迎和友爱 也有很多国外网友都表示 真的是被这封信感动哭了 就在激动和感动中呢 妹子也完成了她冬奥会的比赛 虽然没有拿到奖牌 但这次冬奥之旅对她显然是意义非凡 这两天妹子就要回美国了 就在她出发前 她还发了条视频说 冬奥村的最后一顿早餐 视频最后呢 她绷不住有点想哭了 网友就问她为什么难过 她说我不想回家 文讯改来的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送别 祝她一路顺风 三天觉得这才是奥运会需要的运动员 就像雨昕节前那样 还有谷爱玲所说的 体育是用来把各国人民联系到一起的 而不是搞分裂的 千万不要像某些国家运动员一样 上台领奖还怎么摸摸地面 干嘛在这儿找泡菜呢